古代的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叫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良心看管好 不要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啰嗦头 就这个意思 我们听到外面十十分飞飞的话 统统装在心上 错了 你的心被染污了 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都不要放在心上 你的心清净污染 就对了 第一条是智慧 你真有智慧 你不把外头境界放在心上 高明啊 外面事情知不知道知道 清清楚楚 不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这什么也没有 这就对了 身体在这个世界 懂得随缘 随缘是方便的 懂得随缘 但是随缘里面 学什么 不变 不能随缘随着变 随缘随着变就坏了 就被境界转了 随缘不变 是菩萨 不变随缘随缘随缘是佛 随缘不变是菩萨 随缘随着变就是凡夫 丈夫可怜了 拉不定主意 什么时候才能到不变呢 完全跟自己利害关系 完全脱离了 自己完全没有了 自然就不变了 凡是有变色 与我有关系 跟我利害有关系 跟我德势有关系 跟我名利有关系 这就被转了 我把这个统统放下了 就没有关系了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明文里呀 一干二净 兵都不占了 土脑为什么会清醒呢 就为了这个 你里头有自身的利害在里头 利液在里头 你的心就不清净 你的心是烦恼 不是智慧 不清净就是烦恼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的心清净 清净是智慧 都明白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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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没让你 对我 他说 不论